嗨 大家好 我們又到了平天汽車生活頻道 今天要來 圖一台就是2014年出場的 Focus MK3 三代的 還沒改到3.5代 3.5代剛好在2015年年底再改 這個是2.0 S版正義手車 目前只有跑6萬多公里 車子漂亮 全車遠板件 但是我們當時剛收購回來的時候 有發生一個問題 回來沒多久 ABS電腦就掛了 那我們等一下再來跟大家講解一下 我們後來是怎麼處理的 走 直接帶你去看車 經理數一定會影響車 像我們三個優點 三個車店 但我覺得我滿身太讚車了 我試試看 好不好 等一下 我這個經理實在太吃力了吧 不多說 我們就直接試開一下 車子我們已經準備好了 外觀有稍微烤漆 引擎內部就只有ABS的部分有問題 但現在已經修好了啦 我是說就當時情況我們遇到的 ABS電腦掛掉的情況是 你開車開到一半的時候 忽然就亮個故障碼寫說 斜坡起步輔助不可用 然後ABS的燈亮 煞車燈的這個也亮 三位通病就是很多人是說就是變速箱嘛 因為它是PowerShift變速箱 自首排六速雙離合 有些人開不習慣了 這種車子其實要跑開的話 我會建議就是 要起步的時候呢 就是煞車先放掉一小段 然後讓車子滑醒之後 我們再來補油門 這樣會比較好開 要不然你有時候會覺得好像感覺有點暴衝啦 其實這台車子我們ABS的電腦 維修完了之後呢 回來的時候我們又有試開了一個禮拜 就代步給員工代步 試開一個禮拜之後 誒發覺也沒什麼問題 上下班回家到公司這段時間也都沒有問題 所以我們才開始陸續下來繼續做準備 車子下面已經準備完了 也沒什麼太大的問題了 一樣我們今天後續還是來試一下它的就是 變速箱的部分啊 然後跟引擎的部分有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現在來撕開一下 這台車子呢最漂亮的地方就是 它目前只有跑68900多公里 幾年車啊 2014啊 2014跑6萬多 一年跑不到1萬耶 那跑很少耶 對啊 剛初看到的時候覺得有點煞心 而且又是白色2.0s啦 回來的就是最大的問題就是ABS電腦那時候 掛了 那時候我們給梁哥修的時候 其實ABS電腦要看運氣喔 可以修就會比較省 不能修就是直接換一顆電腦 然後當時我們後來去給人家檢測完之後 我們的ABS電腦是可以維修的 那運氣不錯 ABS我電腦維修的部分包含安裝 總共才花1萬塊 所以說它那個來講也是像在摸 轉扭蛋那樣摸彩 也不知道就看運氣啊 如果不能修就是 就是勢必一定要換ABS電腦啊 ABS電腦到時候就看就是要換SAR-LOAD 還是要換原廠新的料嗎 那當然勢必一定都不便宜啊 我們大概來講一下 Focus配備啊 其實也這個車也估很多 我們大概還是講一下 它的冷氣的話就是左右獨立橫溫嘛 也可以不同溫度也可以同個溫度 那再來它沒有裝螢幕也沒有安卓 所以就是原廠的Sony 好久沒有看到Sony這個牌 再來的話就是方向盤的 算是音響控制鍵 那這邊的部分就是定速 它也有限速喔 然後跟多功能的鍵盤 要控制這個行車電腦的啊 然後再來它有自動大燈 大燈是可以用成Auto 然後再來就天窗 其實也沒什麼配備啦 主要是強調它的底盤 歐系底盤跟它的安全性 所以其實這車開起來都不太有什麼問題啊 剛出Focus出來的時候還蠻帥的 算啊 三代的時候那時候 其實還蠻熱銷的耶 路障能見度超級高 那時候不是蠻多年輕人 要不是買一輪手就Focus了 目前就是我們來試開一下 就是它的目前的跳檔有沒有正常 有沒有很順 而且2.0S的話 其實開起來會比1.6的來的有力啦 目前開起來是換檔都很順 我們這台目前是沒有遇到 之前我們有拍的TCM的問題 這個是沒有 它加速還是OK的 對OK 加速都還可以 順 跳檔也很正常 引擎安靜啦 然後引擎腳也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為什麼因為才跑6萬8千多啊 幾乎沒什麼在開 總結就跑6萬多而已 其實也不太有什麼問題啊 就只有ABS電腦那時候掛了 我們就把它修好這樣子 所以開起來沒問題了 反正車子回來我們也是五大寶箱啊 對不對 那所以到底要不要跟觀眾 公布一下今天的價錢 當然還是要公布一下 今天收購的價格啊 等一下我們前面停車 來公布一下價格吧 帥氣的外型 圓弧的曲線 它就是Focus NK3 2200S運動版 那它就是有空力套件啊 然後跟側群 好那我們今天就公布 我們這台車子跟客戶收購的價格 當時我有 因為其實那時候我已經有察覺到 ABS電腦其實有點問題 所以那時候我有給它扣起來 這台車子 14年的2.0S 我們跟客戶收購價格是 21萬 回來的話有整備就是ABS電腦 然後跟 外觀的稍微烤漆 跟大美容 還有我們的一些管銷袋裡面 那我們最後的成本 大約會落在 26萬左右 25到26萬之間啊 那最後我們這台車子的話 開價我們會開價 36萬8千 一手車才跑6萬多 全車原版件 要把握一下 這種車其實很好賣 而且有白色的 今天我們的影片就是先到這裡囉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讚分享並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我們會為您創造更優質的內容